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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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前 我們好好地把整個以弗所書看過一次 但是我中間跳了兩段沒有談 特別談到有關於基督徒的關係 特別談到有關於婚姻的部分 以及這邊最後的這一段 談到有關於親子 父母跟兒女 然後主人跟仆人 我們今天要從這一段經文 以弗所書第六章 我們要從第一節 然後一直看到第九節 如果你需要聖經的話 你可以舉一下你的手 我們的同工會來拿給你 好 不然的話我們的PPT上面也有 我們就一起來讀這一段經文 不是很長 那這一段經文我們就一起來念 第一節 請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你們做仆人的要懼怕戰精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討人喜歡 要向基督的仆人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因為曉得個人所行的善事 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你們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禮 不要威嚇他們 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並不偏待人 好 經文讀到這裡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 謝謝你讓我們在今天早晨 我們再次的來思想以佛所書 第六章一到九節的這一段經文 主 孩子知道這一些在我們所看來 好像是一個做兒女的做父母 做仆人做主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個多重的身份 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來教導我們該如何行 主 讓我們在理解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不單單只是從一個道德 從一個好像律法主義來看待這些事 乃是從你自己的恩典來看這些事情 主 讓我們因著有你自己的恩典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主 我們活出如此的見證 主 知道我們是軟弱的人 我們有些時候沒有辦法做得到 但求聖靈你加添給我們力量 好叫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主活出如此的記號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我們將感謝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如同我剛才祷告的 其實在這一段的經文當中 其實它是一整個以佛所書的一個 算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結尾 當然在以佛所書最有名的 就是從第六章的第十節開始 保羅說我還有末了的話對不對 然後你們開始要穿戴怎麼樣 蜀林的軍裝等等等等很多 可是保羅在寫以佛所書的時候 其實他是內心當中 他是有一個前提 有一個假設 或者在以佛所書他一直有一個基礎 這個是每一次我們看以佛所書 我們必須要去思想或者要牢記在心裡 否則你看以佛所書到了後來 他就變成另外一個基督徒 面對基督徒 或基督徒面對非基督徒 面對今天的世界 對別人的一個論斷 我再說一次 這是概念上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忘記了以佛所書的這個 假設 或者前面的這個基礎 你看待以佛所書 你就會變得是一個律法上的規條 拿來要求自己 然後做不到 你很沮喪 拿來要求別人 別人做不到 但你很高興 甚至拿來指責基督徒 指責非基督徒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不理解這個以佛所書的 前面的假設是什麼 那我就要告訴你 以佛所書有一個 極重要極重要的一個關鍵 在你讀的時候 不論從第一章你讀到第六章 你就會一直發現這一句話 或這一個字或這個概念 不停的在每一個段落出現 如果以佛所書要一句話來談 以佛所書到底在談什麼 以佛所書就在談一個最重要的字 就是在基督裡 跟旁邊的弟兄姐妹說 在基督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假設 或者是在主裡面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在基督裡面 你要達到以佛所書所說的 這樣子的一個景況 或者這樣一個方向 其實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台語都撩連 撩連就是什麼 都沒效 你絕對不可能達得到 你沒有在基督裡 你不可能做得到以佛所書 所有的這一切的教導 所以在以佛所書的第一章 我慢慢的幫你們回憶一下 在第一章它說 我在基督裡 曾賜給你們各樣什麼 屬靈的福氣對不對 我們都要對不對 可是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 這些屬靈的福氣要得著 很重要的是在基督裡 而且我們需要 依靠祂的什麼 大能大力 你沒有依靠祂的大能大力 我在說你讀以佛所書 你越讀越悲傷 你知道嗎 因為你做不到 別人也做不到 第二個它提醒我們 我們要在基督裡成為上帝的什麼 我們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對不對 那個工作那個字其實是一個精品 你知道嗎 就是你現在看到最貴的店裡面 最貴的東西的意思 它告訴我們 你在基督裡 你成為上帝手中的杰作 因著在基督裡 我們所有的基督徒成為什麼 一家人 它的提醒是這樣 然後呢 也因著在基督裡面 保羅願意成為一個被囚的 雖然在世人的眼中 他看起來好像被關 他是監獄書信 OK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可是他卻認為這是他的一個榮耀 因為這是上帝給他一個 極美的一個託付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根基在 在耶穌基督裡 然後在這樣一個基礎下 他告訴所有基督徒 你們應該怎麼行事為人 所以前面三章談這個 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他告訴我們我們該怎麼做 你們行事為人 應當與蒙招的恩什麼 相稱 我一講你們就知道 以我所說對不對 以我所說 常常被用 可是他告訴我們 蒙招為人應該 與所蒙的恩什麼 相稱 什麼叫做相稱 什麼叫蒙恩 蒙恩就是你不是靠 你自己做的 對吧 我們這些人在座的各位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些基督徒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不是在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做到了 你知道嗎 我們很了不起 對嗎 我們做兒女的 我們做父母的 做主人 做仆人 我都做到了 沒有 我們在告訴這個世人 我們做不到 可是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我們在祂的裡面 在救恩這件事情上 我們被祂拯救 這是在以佛所書 他要表達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都是罪人 我跟旁邊的弟兄姊妹 很確定的告訴他 我們都是罪人 講我們都是罪人的同時 在講你自己也是 對嗎 我也是 你們也是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 也是蒙招的什麼 上帝的兒女 我們是罪人沒錯 可是我們也是什麼 上帝的兒女 然後在這樣一個恩典之下 以佛所書第四章談 他賜下了各種的恩賜 對不對 有先知 有牧師 有教師 有傳福音的 很多 那我們所有的人的生命怎麼樣 好像因著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整個生命被更新 我們好像一個蒙慈愛的兒女 我們在團體當中 該怎麼樣彼此面對 我們在婚姻的關係當中 該怎麼彼此面對 然後就進到第六章的 我們在整個社會關係 或者在家庭關係當中 我們應當怎麼面對 所以回來了對不對 跟旁邊的弟兄姐妹說 回來了 回來了 所有的記憶都回來了 OK好 那我們今天從這段經文 我們來看 到底在我們今天的生活當中 我再說我不是一個道德勸說 我不是要勸說你們 你們應該要怎麼樣做兒女 怎麼樣做父母 你才能得福 上帝才要祝福你 你們該要怎麼樣做人家老闆的 怎麼樣做人家職員的 不是 在這段經文不是要告訴你 怎麼做這一些人 而是要告訴你 基督徒因著蒙的恩 你該怎麼樣活出來 按你自己的本相 做不到的 可是因著上帝的恩典 我們試著怎麼樣去行 這是在這段經文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我一定要先講在前面 否則你們今天聽完經文之後 你們會有一種很深的責備感 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恩典人做不到怎麼辦 OK 在這段經文一開始的時候 他談到做兒女的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談的嗎 做父親的 其實也在談做父母的該怎麼樣 然後再來談做仆人的 然後做主人的 所以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保羅很系統性的談 這四個 四種類型的人 兒女 父母 仆人 跟什麼 主人 然後再把這四種 再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親子的關係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其實就是當時候的主仆的關係 或者再一個 如果你要說今天的應用的話 勉強可以算職場 可是他跟我們今天的職場 其實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首先我就要先談一下 在當時的時候 當他們提到有關於親子之間的關係 跟這個主仆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有一個時代性的差異 我們必須要稍微翻譯一下 否則你今天要直接用的時候 你就會陷入一個困境 在當時候的希臘羅馬時代的時候 我先談一下 那個時候的父權 其實比我們現今講的 比我們今天講的那個父親的權力 還要大很多 大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甚至比我們華人 中國傳統的社會的這種父權 還要什麼 還要強很多 你跟旁邊的弟兄姐妹說 還要強很多 怎麼強很多呢 父權 在那個時候的這個父親 他可以做一件事 他生了他的孩子 他可以讓他的孩子成為奴隸 他可以買賣他的孩子 他可以讓他的孩子在田裡工作 甚至這個孩子呢 出生的時候要抱到父親的面前 如果這個父親呢 願意就把他抱起來 就代表他接納這個孩子 如果這個父親不做這件事情 就代表怎麼樣 他不接納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就放在那裡 然後看誰要誰撿走 在那個時候的時代 其實是在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在羅馬希臘的那個時代 父權比你想像的還要專制 還要 就是你現在能夠想像的那一種 華人古老時代那個 你再加一百倍 就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他們對於兒女 他們有絕對的權利 他們可以選擇 要不要承認這個孩子 顯然在那個時候 父親有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可是也理解了在那個時候的這些孩子 其實他們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你不要講人權好了 其實連人最基本的形象都沒有 所以那個孩子如果是衰弱的 是生病的 就擺在那裡 如果是有缺陷的 就擺在那裡 如果他想要的是男孩 結果抱來的是女孩 他就把他怎麼樣 擺在那裡 然後如果有人要的 就把他撿走 然後帶去當努力 當基於你 這是當時的一個社會的父權的一個形態 的太陽是這樣 我在說這個時候 這個父親做這件事情 不會被當時的人覺得 這個人怎麼這樣 對不對 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一定覺得這個父親怎麼這樣 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現今的文化 在解讀那個時候的文化 可是在那個時候的文化 這件事情是被許可 而且是一個約定俗成 可是感謝主 因著福音進入了希臘羅馬的那個社會 而如今所有的這個 所謂父權 當時候絕對父權的思想 被教會改變 可是我要讓你理解的是 當保羅在談以佛所述 談有關於做兒女做父母的時候 他是在當時的這個 時空背景下 從這個地方我們來 繼續來看 他提醒我們做兒女的職份 該做什麼 第一節他說你們做兒女的 要在族裡怎麼樣 聽從父母 他說這是什麼 理所當然 然後二三節說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再次享受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戒律命 如果你現在時候是做人父母的 你一定跟我一樣 點頭如搗蒜 你們做兒女的 應當要怎麼樣 在族裡聽從父母 這個聽從比前面講的那個 夫妻之間的那個順服 還要再強烈一點 這個聽從有另外一個字 翻譯叫做信從 就是你接受 你相信他對你所有一切的權柄 在你身上 你都是願意怎麼樣 跟的 簡單來講 這邊的所謂的聽從就是 他叫你幹嘛你就會幹嘛 OK 那當然很多人在解這段經文說 對 概念上是這樣 但是在這裡很抱歉 因為做兒女的 我必須要講這句話 因為在這邊有講一個在族裡 對嗎 所以父母親 一講就給他講 我禱告 上帝有告訴我我才這樣 有很多在應用上 我們就會這樣處理 可是在這裡的在族裡 我在說 他不是一個只是對於做兒女的 然後你禱告 然後上帝是不是給你這樣的感動 你來決定要不要聽從父母 我再說這個在族裡 他就是回到以佛所書的那個關鍵的基礎 你可以聽從父母 你可以順服父母 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是什麼 是因為你已經在耶穌基督裡 你的生命被怎麼樣 改變 你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要 你是因著有了耶穌基督的恩典在你裡面 你願意從裡面來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願意尊重 願意聽從 願意順服上帝擺放在你面前的什麼 權柄 保羅甚至鼓勵那些做兒女 他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個長壽當然他表達的是一個活得比較久 可是其實這個長壽也可以代表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你在做每一件的事情使你得福 而且是一直得福 他這個長壽是在形容那個得福的長久 OK 在這裡保羅要談的 經過我們的翻譯 因為我們華人嘛對不對 我們華人對父母 我們就會想說孝敬 那孝敬 同樣的一個字其實它不一定要翻成孝敬 這個字呢在原來希臘文的意思裡面 我講你就比較可以理解 是一種前面有的順從 另外一種就是尊敬 另外一種就是愛護 最重要的是 這個孝敬它有一個意思是 讓父母親感覺愉快 讀到這裡我就笑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棒 對吧 但是因為我們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讀 對嗎 OK 保羅在這裡談什麼 他告訴我們這一些 我們已經接受耶穌基督 作為我們救主的這些基督徒 我們內心會產生一種改變 我們在形式為人 跟別人有一種不一樣 別人呢按他自己的喜好 因為你要理解喔 在當時的人這一些兒女 他是在當時的這樣一個 父權的一個思想下 如果他的父母親從來沒有愛過他 在他的概念裡面 我為什麼要順從他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對於孩子 我們是很保護很愛他 對嗎 可是在當時候的時代 孩子其實就是一個附屬的產品而已 耶穌說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我們現在想讓孩子到我這裡 因為孩子很可愛 你懂我為什麼 沒有 如果你按照當時候的文化裡面來看 讓孩子到我這裡來 耶穌在表達一件事情 讓那些你所看不起的那一些 你認為小屁孩的那一些 我要接納他 你很討厭的那一些 你看不起他 你想丟棄的那一些 我要接納他 在這裡 其實在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在當時的文化裡面 他並不一定有我們現在的這種 父母親跟兒女的關係的這種連結 不是所有的做孩子的都可以從父親那裡 得到一切的權柄跟愛跟照顧 沒有的 那對兒女的他憑什麼要來順從父母 沒有任何義務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告訴那些基督徒們 在主裡面你們要做一件事情怎麼樣 親從父母 而且視為什麼 理所當然 那跟我們今天的理所當然不太一樣 你懂我嗎 在當時的環境裡面不是理所當然的 不需要 可是在今天呢 他告訴我們理所當然也不是我 我們文化上道德上的 他是要告訴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我們 基督徒我們要從我們裡面做這件事情 記得那個順從是使父母親感覺到什麼 喜悅 快過年了對不對 過年我常常聽弟兄姐妹分享 除了有時候真的一家在一起非常好 可是很多時候過年也是我們家族吵架的開始 對嗎 對嗎 很煩耶 一直問我有沒有女朋友很煩耶 對不對 一直怎樣一直怎樣 然後一直比來比去 對嗎 一直跟我講 姐姐包多少紅包給你 然後呢 我好像不太夠這樣子 就很多其實過年很多時候 那個環境會讓我們變得比較有張力 比較有壓力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一個挑戰 我們今天在上帝的面前 我們都是他的兒女 如果我們一樣在基督裡 我們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改變我們基督徒的這個看法 對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可能你的父母也真的是這樣對你 我的意思說真的可能是喔 因為他們一樣是罪人 懂嗎 他今年看你就比較 沒有正眼看你 因為姐姐包的比較多 我隨便講 如果真的被我講中 那就是上帝真的要對你說話 OK喔 真的 他可能真的這樣 或者每年過年他就是 所有煮的東西都是哥哥愛吃的 跟你無關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這裡告訴我們 要使父母喜悅 這是他說一個唯一的一條 待應許的誡命 我再說不是為了那個應許 不是為了那個長壽 不是為了得福 而是那是每一個基督徒 在上帝面前已經領受的生命 因為我們已經先得福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們已經在耶穌裡 他把一切天上所有的恩賜 都怎麼樣 請到給你 聽得懂嗎 我們是一個滿得上帝慈愛恩典的兒女 而我們帶著這些滿滿的恩典 回到你原來的家中 使他們怎麼樣得福 去祝福他們 使他們快樂 我不希望我只是一個 道德上的教導 而是告訴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怎麼被福音 被恩典所改變 接下來他第四節談一段什麼 他說你們做父親的 其實也在談做母親的也要聽喔 跟你旁邊的姐妹說做母親的也要聽 做阿姨的也要聽 做姐姐的也要聽 他在談什麼 他說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什麼 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跟警戒養育他們 兒女的氣指的是什麼 就是不要激怒他們 簡單來講 你說 阿保羅你有沒有搞清楚 我他們老爸呢 我是爸爸呢 我不要惹他生氣 他不要惹我生氣就好了嗎 我 我不要激怒他們 一樣 保羅再次的提醒我們 因為我們是在主裡 在基督裡的什麼 父母親 不要惹兒女的氣 就是不要激怒你的兒女 在座的爸爸 我不曉得你們怎麼樣 我發現我常常激怒我的兒女 有時候我要蠻小心我講的話 因為我講的話常常會讓他們怎麼樣 我的女兒常常 我的孩子 就是有時候你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因著你多一句話 少一句話 就是會讓他們覺得怎麼樣 好像煩 就是他那個嘴巴就是煩 就是這樣 OK 昨天發生一件事情很有趣 我想我講我的例子 我的一個孩子 我不要講哪一個 你們不要今天去問他 OK好 反正他現在不在這樣 OK好 我們其實不太希望他用太多的手機 或者是這些電子產品 對 可是我們還是會給他 因為他們就想要嘛對不對 那父母親的愛 那就是 對 雖然在學禮上都不應該給他 你知道嗎 可是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給他 因為他會跟你講 他們班上每一個人都有 如果你沒有給他 你就是一個不盡責任的父親這樣 OK好 然後你就 好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你可以用一個手機幾點到幾點這樣子 OK 然後呢 譬如說六點 可以用到六點半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大概到六點二十九的時候 我們就會提醒一下 時間快要到囉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眼神 煩耶 他沒有講你知道嗎 他給你一個眼神 煩耶 OK好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 我真的很想 因為 我又等了兩分鐘 現在已經三十一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有各種的理由可以怎麼樣 彰顯我作為父親的權柄 對嗎 你剛才已經講好了對不對 我們到六點什麼 三十分 現在已經怎麼樣 六點三十一分 因為我剛才六點二十九分的時候 他說一直吹一直吹 我這個上面明明就是二十九分還有一分鐘 就是一直唸一直唸 你們就知道我平常也是這樣的人 OK好 到了三十一的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真的很想回憶一下 你知道嗎 因為剛才被唸 按照我的本性就是怎麼樣 對不對 想辦法唸回去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很感謝主 可能因為今天要講到的原因 我就想起這一段經文 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我不是說他 我對他錯 他對我錯的問題 而是我知道在這個 這個 我現在要講這件事情 不是只是 已經不是為了愛的緣故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因為要讓他 眼睛應該要休息或什麼 我那個時候只是為了要證明 我的什麼 做為父親的權柄 那我知道當我想要去證明 我做父親的權柄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兩個就是怎麼樣 開始會有衝突 我要說的是 當我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我純粹只是為了要激怒他 然後之後再來說 你對爸爸不禮貌 我不曉得其他的家庭是怎麼樣 可是我要告訴你 我是這樣 可是我就需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需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這段經文說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怎麼樣 養育他們 我昨天就在想這一段經文 什麼叫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難道我這樣做沒有嗎 你知道我心裡面就是一直在那裡 跟上帝有一些的對話 可是後來我蠻認真的問我自己 其實沒有 其實我更想的是把它牢牢的 控制在我的手上 按照我所想要他做的去行 我有時候其實 沒有給他該有的那個空間 我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去養育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今天提醒在座的你跟我 我們需要被聖靈改變 什麼叫做在主裡帶領我們的兒女 在主裡 我們如果在主裡 你現在談我們如果是在主裡 主是怎麼對待我們 我很想請你們來分享 但是講到我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我只好分享說我在想什麼 我後來想到其實主怎麼對待我 主給我空間 主給我時間 他當然會提醒我 可是主不在我做那件事情 他不喜悅事情的當下 立刻給我一個當頭棒喝 然後緊緊的把我轉過來 頭扭過來好好的看他 然後要我跟著他走 沒有 主會提醒我 可是當我不願意聽的時候 主就在旁邊等著 等待著我有空的時間 他有機會再跟我提 各位兄姐妹 我不曉得我們的上帝怎麼樣帶領你 怎麼樣引導我 可是當我被提醒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 如果我可以按照著主所帶領我的方式 主給我恩典的方式 來帶領我的兒女 那我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 我沒有辦法 因為按照我的本性 我就是一個 可能喜歡用父權 可能喜歡用一些聲音的方式 來控制來操控他們 甚至很多時候我們想要推卸責任 我們就希望他聽我們的 他聽了我們的我負責任 你不聽我的 你負責任 對嗎 可是我們神是這樣嗎 神是你聽我的 我負責任 你不聽我的 我也負責任 你說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你對我們的神有一點認識 我要告訴你 我們的神是這樣 甚至我們不想負責任 很多時候他遇見了很多的問題 我就不想去負責 我只好說秉運來 你來幫忙 你來弄 我沒有辦法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不想 去做那個補的動作 我們人有限 可是我們的神卻不是這樣 在這裡我想要再次的提醒 我自己也是提醒 在座的各位的父母親 我們其實需要 常常被上帝提醒 提醒什麼呢 我要提三個點 這個不在這段經文裡面 可是當我去做整理 有關於 上帝怎麼對待他的 這些子民百姓 跟我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其實有一些的體會 有三個點 第一個我們必須要理解 時代在變化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總是用我們的經驗 要來告訴我們的孩子 你當怎麼活 懂嗎 然後其實孩子很痛苦 你知道嗎 我們成功的經驗 我們就希望他走在這裡 你懂嗎 你這樣走 你人生這樣走 你就希望走得還不錯的時候 你就希望他怎麼樣 也跟著你這樣走 你小時候很努力念書對不對 以至於現在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有一個還蠻不錯的職業 然後你還 人生算還蠻順利的 你就會希望你的孩子 走跟你相同的路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也許你沒有選擇 那一條正確的路 你是另外一個 反正什麼都好 然後以至於你現在並不順利 對嗎 可是你不會期望你的孩子走向同路 你又會把他推向什麼 另外一個極端 你們懂我的意思是什麼嗎 當你過得不好 當你因為過去曾經失敗跌倒 你這個時候 你會更希望你的孩子 不要怎麼樣 跟你一樣 所以其實做孩子的很可憐 跟你旁邊的弟兄姐妹講 做孩子的很可憐 我是以一個做父母親的角度講 我現在不是以做兒女的角度 我們總是想要挟制他 我們總是想要影響他 用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想要影響他的選擇 他的選系 他的工作 他的責偶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理解到一件事情 這個世界變化的 比你我想像的還要什麼 快 我們不是上帝 我們的決定 悶心自問 常常做錯 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最後就會說 我總是為你好 你知道嗎 雖然做錯 我還是為你好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在這裡 第一件事情我覺得 我們父母親需要成長 第一件事情你要理解 時間在變化 時代在變化 你需要把孩子的決定 交在上帝的手中 第二個呢 我們需要給孩子信任跟自由 我現在說的不是我做到 我做不到 你知道嗎 真的 要我給孩子信任跟自由 我心裡想他憑什麼 對嗎 可是不 我們的神給了我們信任 給了我們自由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給他 我們管太多事情 我們美其名怕他受苦 怕他跌倒 其實為了怕造成我們自己的麻煩 我們沒有辦法給他足夠的信任 沒有辦法足夠給他自由 我發現這真的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我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應該是國一 國一然後我帶著我妹妹大概國小生六年級 我們兩個沒有差很多歲 那一年我覺得很特別 我的父母親他們有一種 就是別的父母親沒有的那種 心臟很強這樣子 好 那一年我就是要上國中 然後我們就來到台北 他沒有陪我們來 他把我們拖給一個 他也不是很熟的人 因為要搭船 OK 我們就從廖羅灣搭軍艦到高雄港 然後再從高雄港呢 搭那個時候的巴士國光號 然後搭到哪裡 台北 然後再從台北車站呢 我要在半夜的時候搭計程車 然後搭到我的姑姑家裡面 然後這一切的流程呢 中間都沒有任何電話 他必須要三天到四天之後 在金門接到我們的電報 你們有人打過電報嗎 可見我在領先你們一個世代 OK 要到電信局裡面去 然後要寫那個中文字 然後他就會用代碼這樣子 很簡單對不對 OK 然後不會寫那個意印輕輕如霧 寫那麼多字 因為它是每一個字算錢的 OK 好 我真的很感謝祖師 我的父母親給了我 那麼大的一個什麼 空間 我覺得那是我的探險 那個是我在我的人生當中 蠻美的一段的故事 然後我帶著我的妹妹 然後就人生低不熟 然後這樣子玩 這樣子 OK好 有空再跟你們分享 可是我要說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就問我 有一天等到 我記得我三十多歲的時候 我就問我媽媽說 你那個時候怎麼敢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有了孩子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信任 我沒有辦法 我總要抓在我們手上 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我說你怎麼敢 我要告訴你 我的父母親還是活在他的經驗裡面 他說也沒怎樣啊 我國中畢業823炮戰 我也離別我的父母親搭了軍艦來台灣啊 看起來很像是笑話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是自由 但是我要說 一方面我鼓勵各位弟兄姐妹 也包含鼓勵我自己給我們的孩子自由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們的弟兄姐妹 我們還是用當時的時代在看我們 我就說那個時候你是不得已 我現在是你有選擇 你怎麼這樣子 OK好 我要說的是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要理解 我們需要被上帝提醒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很難做到 就是我們做父母親的怎麼樣去稱讚鼓勵我們的孩子 難吧 很難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反應耶 很難對嗎 不會 感謝主 我很難你知道嗎 很難 我總覺得還有改進的空間 對嗎 我永遠看的就是那個差的那個部分 雖然我自己差的部分還蠻多的這樣 可是我好像落入我剛剛所說的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希望我的兒女是這樣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這三點提醒我們在主裡面 我們真的做不到 可是在耶穌基督裡面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神 我們的主是如此的對待我們 祂會在不同的時空 對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帶領 祂在信仰當中 祂給我們自由選擇 要不要跟隨祂的權利 可是祂在等待我們 祂願意為我們負責 願意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我也相信 我每一次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即使做得不夠好 我相信那位愛我們的主 那聖靈寶慧師總是什麼 稱讚 總是鼓勵我們再次的往前來跟隨祂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去學習去理解 可是這個學習跟理解 我再說一次 那個基礎是在基督耶穌里 沒有在基督耶穌里 你已經領受了這一切 你所有要做的這一切 我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做得到 接下來再來談另外的兩種關係 第五節 經文比較長 他說你們做仆人的要懼怕占經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這個字跟前面的那個在主裡聽從父母 用的是同樣一個字 OK 他這邊要談說什麼 你們做仆人 我再說這個仆人 他一樣有一個時代 有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你知道在羅馬的那個時代 是有奴隸的 他在這裡不是我們講的好聽 翻的好聽叫做做仆人 對不對 也可以翻成做奴仆的 OK 所以他在這裡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告訴這一些做仆人 而且這一些做仆人的事 已經是基督徒了 他告訴這一些做 基督徒的這一些做奴仆的人 他告訴他一件事 要懼怕占經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在這裡一開始你一定會覺得 怪怪的對不對 仆人對待主人要懼怕占經 可是在那個時代 他在那個文化下 他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仍然要懼怕所當懼怕的權柄 可是做仆人的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的 做奴仆的 他說有一顆誠實的心 誠實的心指的就是 你是不說謊的 你用你自己裡面是什麼樣 你就怎麼對待你的主人 他說你要誠實的心聽從你們的主人 好像什麼 聽從基督一樣 這個概念其實在以佛所書 就是一直的反覆出現 你聽從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好像在侍奉主一樣 繼續喔 他說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他就把剛才的第五節 再說明的再更清楚一點 什麼叫做誠實的心呢 他說不要只是在什麼 眼前侍奉 應該要做什麼事 像討人喜歡 要向基督的仆人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各位弟兄姐妹 提醒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我們真的都是在眼前侍奉 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做很多事情 我們都只是想要 滿足他的需要 眼前侍奉他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我小時候的例子好了 我這種 因為我不是那種很順服的人 所以講這種例子我最多了 我小時候考試很常作弊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因為作弊是為了要讓父母親不要太難過 為了要讓老師也覺得很滿意 這樣子OK好 所以我所有的事情反正他要 反正我就給他 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就是他要的一個表面你給他 可是我忘記了原來考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幫助我更多的理解 我哪裡會 哪裡不會 可是我把考試轉變成為一個什麼 讓父母親高興的 對不對 然後不要讓他們太難過的 所以我就想好吧 為了孝敬父母親我做一下壁好了 讓他們覺得你還考得還滿不錯的 這真的是歪理不對 可是我要說的是什麼 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忘記了我們理外要表理一致 很多時候我們面對很多事情 我們總是怎麼樣 做一個交代 對不對 我們整理房間 對嗎 把很多東西擺好 但是抽屜不能拉開 你知道嗎 衣櫃不能打開 一打開就怎麼樣 就麻煩了 對嗎 甚至去到家裡面只有客廳能夠去廁所 其他的房間不可以去的 有沒有 有嗎 有你們都不敢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接待主呢 有些時候也一樣 主只能進到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的客廳裡面喔 主你不可以進我那個房間喔 因為我那個房間有很 很嚴重的東西你不要進去喔 免得你嚇到這樣嗎 所以我們接待主耶穌基督 主只想讓他在客廳 我們不想讓他進入我們生命當中的一些的暗示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是如此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還是在表面侍奉主 我們從來不肯讓我們裡面的所有的那一切 那個門打開 那個箱子打開 我認為保羅在這裡談那個 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 要像基督的仆人從什麼 心理遵行 什麼叫做從心理遵行 是你其實本來心理不遵行的 對嗎 你們都不敢講 很多時候一講完你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樣 是的 可是因為我們被基督所愛 我們被基督的救恩所拯救 我們需要很真實地面對我們裡面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否則我們這一生 基督徒 我們這一生就是用我們的外在的所有的東西 來欺騙我們自己 來欺騙這個世界 基督徒我們 我們總會發生難處 對嗎 我們基督徒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也會碰見一些困難 我們也會有軟弱 可是基督徒我們不太敢讓別人知道我們的軟弱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軟弱是羞辱主民 你知道嗎 沒有的 你不是打從心裡面的侍奉 你不是打從真誠的心裡面發出來 對我們神的讚美 那才是真實地羞辱我們的主民 沒有什麼罪來到耶穌基督面前 他不知道 而且他不能饒恕的 除非我們想掩蓋 我再說你那個房間裡 你那個盒子裡面鎖的什麼東西 他都知道 他給我們信任跟自由決定 什麼時候打開 可是我們需要很真誠地在他的面前 打從心裡面 去順服現在他為我們安排的這一些人 我們的權柄 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在生命當中所遇見的每一個人 第七節他提醒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用了一個字叫做什麼 甘心釋奉 什麼叫做甘心 甘心就是我賣言 但是沒有辦法就只好這樣做 是這樣嗎 不是 甘心是什麼 什麼叫做甘心 甘心就是看到一個很好的餐廳 你很想去吃 然後有人請你去吃 你說好好好 因為那本來就是你心裡所喜悅的 懂嗎 事奉這件事情是你喜悅的 奉獻是什麼 奉獻是你也真的是甘心樂意 你喜歡把你所有的那一切給上帝 如果你還在跟上帝那裡拉扯 拉扯 你還是把奉獻收起來 因為奉獻是什麼 捐得樂意的 是應當的 是甘心的 甘心他在這裡表達一件事情 他說這是你所願意 而且你也以為喜樂 他說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就是你面對每一個人 你都是好像在服侍主 雖然那個人可能很兇 雖然那個人可能不是比你更好 可是你服侍他是因為主的緣故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我們順服這個人 我們愛這個人 其實你不單單只是愛這個人 更重要的是其實你是在順服或愛他背後的那位上帝 你懂我的意思嗎 做丈夫的 愛他的妻子 不單單只是他的妻子是真實的被他喜愛而已 你懂我意思嗎 他有那個意志的那一部分 你需要因為上帝的權柄 因為上帝在那裡而你怎麼樣 愛他 權柄也是一樣 你尊敬他 你給他當得的榮耀 不單單只是因為這個人 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背後的權柄是誰 是上帝 你因為尊重上帝 而你願意怎麼樣 給這個人尊重 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常常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分不清楚 我們嘴巴講敬重上帝 可是對於上帝所設立的權柄 我們卻不屑一顧 我們講順服上帝 我們願意相信神 可是對於上帝所為我們預備的環境 我們其實很多抱怨 他在這裡告訴我們 不單單只是對於一個做仆人的 該怎麼樣 他在這裡更提醒我們 我們其實也是基督的仆人 我們應當甘心樂意的侍奉主 因為 不是你要甘心樂意的侍奉主 他才要拯救你 原因是因為他已經怎麼樣 拯救了我們 而且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而且賜給我們各樣的大能大力 各樣的恩慈 是他已經把恩典賞之下來 而在他的恩典之下 我們願意怎麼樣 甘心的來服侍他 最後他談到一個說 第九節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什麼 一禮 一禮的意思是什麼 也是一樣 他提醒我們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樣 什麼一樣 知道他有一位上帝 知道他背後有一位上帝 他有上帝的形象 你應該尊重他有神的形象 他說你對待仆人也是一樣 他在這裡說主人對待仆人不應當什麼 威嚇他們 在那個時候我在說 對兒女都已經是那麼的嚴苛 對嗎 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女都已經是 這麼樣子的 更何況對一個本來就是奴仆的人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不愛惜 多不尊重 可是在這裡他告訴那些做主人的 特別是基督徒做主人的 他要告訴我們 我們對於這些仆人 你不可以怎麼樣威嚇他們 跟當時的時代一樣 他說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同有一位主在什麼 天上並不偏待人 簡單來講 你在某一些的角度上 你跟他是什麼 一樣的 你跟他一樣是什麼 上帝的兒女 我要做結論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提到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我們應當有的記號 在前面他談到做丈夫的跟做妻子 透過他們彼此之間的相處 許多人能夠認出他們是主的門徒 而同樣的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他在提醒我們 我們這些基督徒們 透過我們跟我們孩子的關係 透過我們跟我們父母親的關係 在顯示出我們是什麼 上帝的兒女 我們是蒙恩的人 我們是他的精品 我們是他的工作 在耶穌基督裡面怎麼樣 造成的 我在說這一切不是一個律法的要求 你要做完這一些 你才是一個符合上帝所認證的 一個或者是符合保羅當時候所說的 這些有關於相關規定 是合格的 然後上帝才把救恩賜給你 不是 是上帝已經把那個恩典賜給你 耶穌基督已經為你死在十字架上 而我們這些願意接受 相信耶穌基督救恩的這些人 他告訴我們該怎麼活 他也知道我們活不出來 因為在當時的文化下 這一些基督徒們活不出來 否則他就不需要教他們了 對不對 是的 就是因為活不出來 所以他告訴他們 你們這一些人 你們需要在主裡面怎麼行 你們需要上帝的恩典 你們需要穿戴屬靈全副的軍裝 你們需要上帝來幫助你們 基督徒的記號是什麼 我在說 基督徒的記號 不是胸有地公父子子孝而已 基督徒的記號是 是一群喜歡打架的人 喜歡吵架的人 喜歡搞小圈圈的人 喜歡罵別人的人 看不起別人的人 自私的人 基督徒的記號是 一群這樣的人 可是卻願意在耶穌基督的救恩 領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他願意做出什麼 改變 我再說一次 基督徒不是那些完美的人 基督徒的記號不是要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是完美的 基督徒是要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跟你們一樣軟弱 甚至我們比你還軟弱 可是我願意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我願意被改變 我們也正在改變 我們的親子關係在改變 我們的主仆的關係 職場的關係正在改變 我們的夫妻關係正在改變 那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往前行 各位弟兄姊妹 不要以為教會的人都是好像聖徒 做的一切都好像完美無缺 我再說不是的 我們是軟弱的人 特別在這個時代 我要告訴各位弟兄姊妹 當家庭的價值 慢慢的好像被淡化的時候 基督徒要在這當中 更去顯出這當中的價值出來 而那個價值我要說的是沒有別的 是我們願意在耶穌基督裡面被改變 做丈夫的願意被改變 做妻子的願意被改變 做父親的願意被改變 做兒女的願意被改變 做主人的願意被改變 不再威嚇別人 而做仆人的呢 也願意被改變 不是只是在眼前侍奉 在眼前侍奉 餐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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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